全部馬不準備妥當 第六場賽事三班直路一千 準備 一起步的時候 前面快一點點的馬 見到中檔位置有健康精英 外蘭牛精巨星很快 中間還有江山漁畫 都是快那些 中間位置還有藍城寶馬 灰馬吉祥 後一層還有這隻龜兔勁跑 最後就是德仲 還有這隻開心歡笑 信心出擊 還有這隻領德 在裡面還有日月輝 後一點才有金剛錶 精彩那些馬 跑了一段路程 前面帶出來就是健康精英 只有73元 外蘭位置有這隻牛精巨星 然後中間還有江山漁畫 裡面位置就是藍城寶馬 最後一層馬有這隻龜兔勁跑 中間有德仲 還有金剛錶到穩位 後一點才見到信心出擊 最後兩百多米 前面健康精英已經出現 佔了一個多身位 看到差上來第二位 有德仲 前面就是藍城寶馬 再後面就是金剛錶 接近終點的時候 健康精英 到不到呢 德仲上來跑第二 第三名的馬有江山漁畫 和藍城寶馬需要拍照 結果這場賽事 這隻輕綁的健康精英 最後的獨贏顯示 剩下73元 跑第二名的馬 也是另一隻諾菲馬 就是德仲 德仲 很近的 健康精英 剛才我說十六倍 不怕 最後這場7.3倍 不就贏了 又輕幫登在前面走 德仲跑第二 第三 江山漁畫 第四 藍城寶馬 這隻金剛錶 真是尺度 完全沒有機會發揮 最後二百米那裡 都沒有辦法 十四 八二九 好 補回你之前要的賠率 就行了 沒錯 假使 如果你是當 你對這隻馬 都是有信心的 所以現在暫時 我們在初步的五分鐘 六分鐘 甚至十分鐘 看那些飛數 就不要那麼快 咬緊 變化非常之大 天氣又好一點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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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天氣 起碼都會持續 兩三個小時 你媽 拍威廉 李保利 如果不是有 contract 在那邊 可能他也繼續在那裡玩 拍這些 好了 排在哪裏呢 排在一個十檔 好拍的 第一隻 一聲彈出來 除了這樣之外 開面的牛精巨星 也是夠快的 這個金剛錶 厲害 如果你這樣看 他距離這隻健康精英 越脫就越遠 足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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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是 等一下拿跑線 看他追了多少 他跟德仲也有三四的馬位 德勝 德勝 反而龜徒勁跑 真的跑不翻 狀態不行就不行 可能有其他東西都不知道 偉達 想出都出不了 都來 地那邊 那邊 埋欄那兩隻就沒有 那便迫著叫 叫叫在這裡 哎呀 然後德勝就埋來 等一下 一上來的時候 偉達收了 可以再撲前一點 真的有機會有個第三 不收的話 對呀 好了 福榜完畢 看看這個正式的賽果 跑第一名十四號健康精英 讀人七十三個半 位置是二十四元 跑第二名的八號碼 德勝 位置是二十五元 跑第三名 是二號江山漁畫 位置三十五元